现在这个回收机 外壳已经拆开了 里边 这么看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啊 就是有一个泵 这个泵啊 看表面跟真空泵有点类似 带个大的启动电容 35微法的启动电容 这儿就是冷凝器 后边带个风机 带个散热的风机 这个风是往外吹的 这儿就是管路 接压力表和进出口的管路 这个原理啊 应该就是气态的制冷剂 进到压缩机压缩 压缩完以后 进到冷凝器下热 下完热以后 从冷凝器啊 出来的制冷剂啊 然后就到这个输出 输出的管子中 然后就打到福利昂的罐里边了 这么设计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 如果咱们用压缩机 这么设计的话 刚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 回收制冷剂也是可以的 但是压缩机 它是需要制冷剂降温的 如果没有制冷剂 回流到压缩机 压缩机 转一会儿就很容易热保护 它这个 它这个压缩机 一会儿我要研究一下 是怎么 怎么不让它热保护的 现在回收机的另一边打开了 现在这个管路啊 看起来就比较一目了然了啊 这个地方是制冷剂的进口 从这能看出来 制冷剂的进口进来以后啊 进压缩机 压缩机进去以后 这个是排气 排气管到这个地方了 分支阀 到这个地方以后 通过内部连接到一块 然后到了 散热器啊 到散热器 进行散热 散完热又回去了啊 通过这个管一回到这 回到这以后啊 这个就是输出了 这么连在输出 然后这么有个边法 边管 这个边管干什么用的 一单晚浮量瓶打压 就是打制冷剂的时候 如果瓶压力过高的话 它这个带保护的 通过这个支管 这个地方有个压力开关嘛 压力开关 压力一高的话就断电了啊 外面带个手动浮备的 就切单电源了 就是为了保护 防止压力高了 把制冷剂瓶给顶爆了 就这么个原理 表面上这么看的话 这个压缩机啊 是没有制冷剂降温的 没有看到有制冷剂给它降温 就这么一个小风机 如果用压缩机做的话 可能冰箱或者空调的压缩机啊 我估计耐高温 没有这个压缩机 耐高温 那么高 它这个压缩机边上全带 散热片呢 钢头也带散热片 它这个原理 都不复杂呀 肯定是这个压缩机 特别贵啊 要不就这么点弯 也卖五千多呀 除了这个压缩机 其他的东西 也就一两百块钱就解决了 这个压缩机 耐高温的压缩机啊 它也没有制冷剂给它散热 如果用冰箱或者空调 压缩机做的话 需要有制冷剂给它散热 要不一会儿就高温了 要不在家 就做散热系统 不做散热系统是不行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对这个有过研究的 了解它的原理的 如果有了解原理的 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啊 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研究好了 自己做一个 是不是 花个几百块钱就搞定了 这样的话 如果绣空调花压缩机 可以把这种剂回收一下 省不少钱 而且对环镇也不会造成污染 是不是 特别是22的制冷剂 对环镇污染很严重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点击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点击关注转发